第五十八章,临静。黄小龙在赵七哥心中的地位,那可是举足轻重啊。第一,黄小龙是赵七哥的救命恩人啊。如果没有黄小龙,现在赵七哥就不会站在这里,而是被送去火葬场了。第二,赵七哥的心脏是个大问题,性命攸关。他是徘徊在死亡线上,朝不保夕的。可是,黄小龙能够根治这个顽疾,让他获得一颗健康的心脏。 说赵七哥的命,攥在黄小龙手里,这一点不过分。就这么一个人,赵七哥想方设法去巴结还来不及。现在倒好,自己曾经的马仔,居然得罪了黄小龙。 勾!热得丧彪!老子是跟你有仇吗?你这样害老子!小龙一声,这件事,真是,真是太抱歉了。赵七哥极为忐忑地看着黄小龙,那卑躬屈膝的态度,让包间里所有人都进入。 宋宇如倒是知道一些眉目,在寿楼部,他是亲眼见到黄小龙就赵七哥的。此刻,宋宇如是重负,心头生出一种难以描述的自豪感。 哼!谁说小龙是个没出息的土农民?小龙厉害着呢! 冷凯和宋建等人,内心便如翻江倒海一般,这可是赵七哥啊!滨海黑,道上的风云人物啊!他居然诚惶诚恐地给黄小龙道歉! 这黄小龙到底是什么来头?难道,他一直在扮猪吃虎?光头丧彪,能够混到如今的地步,自然也是精明之人。他哭好起来。 我,我错了。小哥,我,我是狗眼不识泰山,原谅我一次,给我一次机会。小哥,给我一次机会。两位美女,我刚才说的话,你们就当是个屁吧。对不起,对不起,光头丧彪声泪俱下的对宋宇如和淑青汉道歉。 小龙医生,如何处置?你一句话吩咐下来,我赵七爵没有二话。赵七哥把心一横,就准备丢居宝帅了。 只要能够亡羊补牢,修复和黄小龙之间的关系,他不介意弄掉光头丧彪。 哼!赵七哥极为英智地瞪了光头丧彪一眼。光头丧彪遍体声寒,他跪着,爬到黄小龙脚下,抱住黄小龙的双腿,一边磕头,一边求饶道。 小哥,给我一次机会,求您了。以后,你有什么吩咐,我光头丧彪风里来火里去。 砰砰砰砰。 砰砰把头科的鲜血直流。 老婆,你说咋办? 黄小龙笑嘻嘻地看着宋语如。 小龙,我看,我看还是算了吧。 宋语如心思善良,也不想把事情弄大。 同时,黄小龙能够顾及他的感受,让他心头开心无比。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其实黄小龙的气也消了。 他不想赶尽杀绝,便对赵七哥笑道。 赵七哥,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个光头,不是已经向我老婆道歉了吗? 算了吧。 光头丧彪,两眼泪汪汪地看着黄小龙和宋语如。 感动啊。 小哥,您真是大人有大量。 大嫂,今天的事情,我光头丧彪,一定会补偿您的。 光头丧彪连忙道。 大嫂,这个称呼,竟让宋语如心头甜丝丝的,天然烟红的阴唇, 让起一抹令人目眩的笑容。 算了,唱开一点也不好玩。 老婆,清汉,我们走吧。 黄小龙也没有了玩下去的兴致, 他招呼了宋语如和淑青汉一声,然后就往包间外走去。 宋语如和淑青汉连忙跟上。 赵七哥也是忐忑不安地跟了出来。 赵七哥,你放心吧。 你的心脏病,改天有时间,我会给你治的。 黄小龙对赵七哥一笑。 听闻此言,赵七哥才松了口气。 黄小龙也没让赵七哥送他, 带着宋语如和淑青汉就离开了金碧辉煌KTV。 时镜黄昏。 小龙,我要到清汉家里去。 你把手机号码给我呀,我才好联系你。 宋语如恋恋不舍地看着黄小龙。 他还没有黄小龙的联系方式呢。 他才不想每次都碰运气,才能遇到黄小龙。 好啊,老婆,我把手机号码和微信号都告诉你。 黄小龙笑道。 嗯嗯,宋语如大喜过望。 宝宝好不容易才要到你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号呢。 你这个家伙,还有些傲娇呢。 宋语如和淑青汉都连忙存了黄小龙的手机号码,互加了微信好友。 小龙,要不,你和语如一起,到我家里吃晚饭吧。 我还得好好感谢你呢。 淑青汉殷切地看着黄小龙。 哦,我就不去了。 其实我这人,挺差声的。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扑你还差声。 宋语如奄然一笑百媚声。 恕我直言。 你就是个,大色狼。 色狼是不会差声的。 黄小龙不由看着自己这个大老婆。 只见她完美无暇的五官。 吹弹可破的肌肤。 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似乎能够将人融化。 身材纤细高挑。 美臀滚圆挺翘。 穿着虽然朴素,但整个人透着一股清纯芬芳的气息。 真是迷死人不偿命的优务啊。 我是色狼? 老婆,你简直就是诽谤嘛。 不过,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今天我就要色狼一把了。 黄小龙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几圈。 老婆,还记得我们打得赌吗? 额。 宋宇如一致。 下一刻,黄小龙已经直接凑过去,搂住了宋宇如那性感的小蛮腰。 然后,照着宋宇如那鲜艳欲滴的阴唇,直接吻了下去。 嗯,宋宇如双眼瞪大,完全不知所措。 坏蛋!流氓! 宝宝的初吻啊! 就这样,宋宇如的初吻没了。 她本能地挣扎了几下,但随后就迷失在了那动人的天地中,从黄小龙身上传来的男人气息。 让她沉醉了。 晕死了! 你们不要这么休安安好不好! 这还是大街上啊! 舒青汉在旁边抗议道。 不过,她眼睁睁地看着闺蜜和黄小龙深情一吻,心头也是生出一丝丝难言的酸涩。 舒青汉,你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每次看到宇如和小龙亲热,你心里就发酸? 难道你喜欢上小龙了吗? 于? 小龙可是你好闺蜜的男朋友啊! 你不能够这样啊! 这个吻,足足持续了三分钟,黄小龙才松口。 宋宇如娇躯像是跟面条一样,脸颊烟红如醉,毛子盈盈如梦,四喜四撑地看着黄小龙,大坏蛋。 谁让你亲人家的? 黄小龙嬉皮笑脸的道。 第一,你是我的大老婆,我亲你,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第二,你和我打赌,我治好了亲汉,你就让我亲。 啊,宋宇如尽无言以对。 过了两秒钟,宋宇如不一道,就算你要亲,你,你也不能这样亲啊。 你把,你把舌头都,都伸进来了,讨厌死了。 哦,我也是跟着那些片子里学的呀。 那些片子里,男人都是这么亲,小姐姐们的。 黄小龙一脸求学若渴的表情。 片子?下流?我不跟你说了。 宋宇如羞难地拉着舒清汉的小手。 清汉,我们走。 两位笑花手牵着手,消失在黄小龙的视线中。 不过嘛,他们走几步,还回头看黄小龙一眼,分明就是舍不得吗? 等他们走远后,黄小龙忍不住摸了摸嘴唇。 好甜。 大老婆的小嘴好甜。 好香啊。 哈哈。 爽。 以后一定要经常清。 有意身心健康。 滨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住院部15楼VIP病房。 林队长,你的情况已经非常稳定了,再住几天院,观察一下,就可以转到康复医院调养了。 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年轻男子,一脸殷勤地对病床上的女人说道。 这年轻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和黄小龙在寿楼部发生争端,并定下挑战的海归医生,白海。 病床上,是一名气质微冷的郁姐。 郁姐一头酒红色微卷的长发,浓淡失忆的带眉下,一双秋水般迷蒙的大眼睛。 长长的睫毛,挺直地摇鼻。 温润的唇,让人忍不住,就想一轻方泽。 但她的气质有些冷,有些生人物净,如高岭之花。 如此一位郁姐,气质是很吸引人的,冷艳中有一丝丝难以察觉的妩媚,而且阴气十足。 林静! 她就是在火车上,心脏中弹,一声宣布死亡,却被黄小龙从阎王爷手里捞回来的刑警队长林静。 嗯,白医生,我知道了。 林静淡然道。 好了,我要休息了。 好,林队长,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立刻叫我,我随叫随到。 白海闲着脸,看着林静的目光中有一丝丝贪婪的占有欲。 无论是长相、气质、身份、家世,林静都是万里挑一的。 白海很想成为林静的男朋友。 可是,这几天接触下来,林静对她基本上只是礼貌兴致的,甚至有些敷衍的态度。 好,林队长,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再见。 白海给了林静一个自以为很绅士的笑容,然后转身离去。 病房里就只剩下林静一人。 这时,林静拿起笔记本电脑,放在身上,然后又拿出一个U盘,插在电脑上。 打开U盘,有一单视频,这是火车上抢救室里面的视频。 在视频里,林静分明已经看到,抢救医生无能为力,宣布她死亡了。 就连心电仪上都分明显示,她已经没有了心跳。 可接下来,一个小农民装束的男孩子冲了进来。 第59章,高天祥的报复。 在视频画面中,出现的小农民,自然就是黄小龙了。 只见,黄小龙那镇定如恒的表情,那神乎奇迹的外科手术,那份大如斑万邪不清的气质,都一一地通过视频画面,呈现了出来。 当看到,黄小龙脱掉自己的衣衫,用手术刀挑开自己的蚊胸。 两团风雨的山包跳出来的时候,林静的脸色也是有些烟红。 冰冷的气质,悄然融化,眼睛里面都略过一抹魅意。 她喃喃道,你是第一个看到我身体的男人。 这一段视频,林静不知道已经看过多少次了,但是每一次观看的时候,都会给她带来巨大的冲击。 非常的震撼。 她相信,如果没有黄小龙,她早就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她风华绝代,正直如花的年龄,试图扶摇直上,在家族中有占有重要的地位。 她还没有恋爱过,精彩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若是,那一次,牺牲掉了的话,一切都没有了,一切都结束。 每次想到这里,林静都心有余悸,非常的厚怕。 因此,她对黄小龙的感激,那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 毫不夸张地说,黄小龙给予了她重生的机会。 她甚至不介意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分享给黄小龙。 包括,她本人。 林静缓缓解开了衣衫的扭扣。 里面是一件性感而魅惑的黑色蕾丝纹胸。 她反手解开了纹胸。 那完美的胸部。 在心脏部位,有着一道肉眼难见的伤口。 这伤口,缝合技术一流。 乍一看,根本看不出来。 林静轻轻地抚摸着这道伤口。 眼神有一些痴。 她的声音很低,温柔如水。 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你在滨海吗?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一定。 黄小龙在新城区转了一圈。 她肚子饿了,随意找了家面馆。 今天算起来也赚了不少钱。 黄小龙好好犒劳了自己一顿, 点了三大碗牛肉面吃。 期间,苏小曼打来电话。 小龙,你在什么地方? 你要回来吃晚饭吗? 我给你做。 苏小曼的声音很温柔, 很眷恋,就好像一个温婉贤淑的妻子在等待丈夫归家。 小曼姐,不用了,我已经吃过了。 黄小龙笑道。 我马上就回来,要不,你等我, 宵夜我想吃熏鸭。 嗯,小龙,我等你。 苏小曼乖巧顺从地道。 风暴夜总会,滨海最大, 最奢华的夜总会来这里消费, 不仅能让你乐不思蜀, 而且,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在滨海,风暴夜总会,代表了一种逼格。 这是高家的产业。 豪华包间内,高天祥翘着二郎腿, 手中摇晃着一杯红酒, 脸上有着一种戏血的表情。 他正在接电话。 高少,我请求你, 不要对付黄小龙。 一把充斥着焦急与担忧, 很是优雅动听的女声, 在手机那头响起。 是崔飞烟的声音。 崔飞烟主动打电话给高天祥, 让他放过黄小龙。 因为崔飞烟知道, 高天祥是一个牙字必报的人。 凡是得罪了他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呵呵飞烟, 看来, 你很关心那个小农民呢。 高天祥的瞳孔中, 掠过一抹度火。 他脸颊的肌肉, 都微微抽出了几下。 飞烟, 说实话, 你对他的态度, 让我非常非常不爽。 如果说, 你不打电话过来求情, 或许, 我还不会把事情做绝。 可是现在, 飞烟, 我会用一种很激烈的手段和他玩, 我会让他后悔来到滨海, 甚至于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界。 说完, 高天祥直接挂了电话。 然后, 他抬起手腕上的铭表, 看了看时间, 嗯, 八点之前, 苏小曼会永远离开这个美丽动人的世界。 哎, 真是遗憾哪。 他的瞳孔, 猛然收缩了一下。 黄小龙, 这只是一个开始, 仅仅只是开始, 我要让你体会到, 你身边亲近的人, 一个个因为你而死亡的痛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玩, 真好玩。 包间里, 回荡起高天祥那变态的笑声。 晚上, 七点五时, 荔枝区, 花湖街。 苏小曼还没有正式烹饪熏鸭销售, 因此, 他的快餐店, 生意是相当清淡的。 不过苏小曼还是在忙碌着, 他正准备烹熏鸭的食材, 他要做给黄小龙吃。 一想到做东西给黄小龙吃, 苏小曼心里就甜丝丝的, 荡漾着一抹幸福感。 每个人的幸福指数, 都是不同的。 对于苏小曼来说, 能够亲手为自己心爱的男人奉上美食, 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他就是如此简单的一个女人。 就在这时, 店外有个年轻男子, 像是个大学生, 在快餐店门口探头探脑地张望着。 请问, 你是要吃饭还是? 苏小曼问道, 你好, 你是苏小曼小姐吗? 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黄小龙的人? 大学生脸上有一些焦急之色。 苏小曼心里咯噔一下, 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对, 我认识小龙, 有什么事吗? 哦, 是这样的, 黄小龙他在街口, 被一辆车撞断了脚, 我是围观的人, 他说他女朋友在这条街, 是小曼快餐店的老板娘苏小曼小姐, 大学生连忙道, 你快出去看看吧。 碰, 苏小曼手里的盆子, 一下就脱手摔出, 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般, 直往下掉。 下一刻, 苏小曼飞奔出快餐店, 呵看着苏小曼丢了浑湿的背影, 大学生脸上浮现出一抹阴冷的笑意, 他拿出手机, 拨通一个号码。 老侯, 目标已经出来了, 你准备行动吧。 苏小曼乱了, 他完全混乱了, 他根本无法想象, 黄小龙出了事, 他会怎样去面对。 当他狂奔出花湖街的时候, 却发现, 根本就没有什么车祸。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恰好在这个时候, 黄小龙刚好把比亚迪F3 停在街对面的车位上。 黄小龙站在对街, 朝苏小曼招着手, 小曼姐,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看到毫发无损的黄小龙, 苏小曼悬着的一颗心, 终于放下去了。 他涌起一种难言的情绪, 哽咽着, 直接就朝街对面跑去。 虽然现在看来, 这只是一个恶作剧, 但苏小曼已经知道, 黄小龙在他心目中, 是有多么的重要, 多么的无可替代。 他此刻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冲过去, 紧紧抱住黄小龙。 就在苏小曼, 朝对街的黄小龙跑去的时候, 状况发生了。 一辆原本行驶速度并不快的50灵皮卡, 也就是20码左右的速度, 骤然疯了似的加速。 哼, 20码一下子飙到80码。 第60章, 暗夜追凶。 50灵皮卡猛然撞到了过街的苏小曼, 直接将苏小曼撞飞了。 一辆皮卡车, 以这种速度将人撞飞, 毫无疑问, 被撞的人, 飞死几惨。 这场面够震撼, 够惊恐的, 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街上一阵尖叫。 皮卡车在肇事之后, 并没有松油门, 反而加速行驶。 驾驶室里, 一个戴着棒球帽, 20来岁的男子, 眼神中有些冷冽, 他一只手扶着方向盘, 一只手拿出手机, 拨打一个号码, 高哨, 搞定了。 在出事的地点, 人民群众已然是立刻围了上来。 都怒了。 皮卡车将人撞飞, 司机不但不停车, 反而轰油门走人, 这就是标准的肇事逃逸, 让人窝心。 直接激起公愤。 都别愣着了, 赶紧打120和110啊。 有没有记住那兔崽子的车牌号码? 速度太快了, 没看见啊。 那姑娘估计已经不行了, 车速这么快, 撞了个阵阵。 这不就是故意杀人吗? 麻痹, 还有没有王法呀? 而此时此刻的苏小曼, 他没事儿, 一点事儿都没有。 很奇怪, 被这么撞飞出去好几米远, 苏小曼竟然毫发无损。 当皮卡车撞过来的一刹那, 苏小曼脑子里直接蹦出来的念头, 就是, 这次死定了, 小龙, 再见。 可是现在, 他身上连一点擦伤都没有, 完全就是个没事人。 赫然, 苏小曼就感觉到, 胸前两个小山包之间, 一丝丝热流弥散开来。 他脖子上系着一条红绳, 红绳上的吊坠, 便是黄小龙送给他的一个千纸贺。 用符传折成的千纸贺。 苏小曼一扯红绳, 啊? 只见, 既在红绳上贴胸而放的符传千纸贺, 已然是化为了灰烬, 不复存在。 小龙, 我知道了, 是小龙给我的符传千纸贺, 让我逃过一件。 心念及此, 苏小曼直接站了起来, 目光在人群中寻找着。 小龙, 小龙, 看到苏小曼这种状况, 围观的人民群众都尼玛傻了。 小曼姐 黄小龙分开人群。 小龙 苏小曼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一下子冲上来, 把黄小龙抱住了。 小龙,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劫后余生的苏小曼哭得梨花带雨。 小曼姐, 没事的。 黄小龙抚慰着情绪有些失控的苏小曼, 幸好你把我给你的福转千纸盒贴身放着, 否则, 说话间, 黄小龙的眼神变得极度森寒。 他怒了, 暴怒发狂。 恐怖的怒火在他的胸腔内, 如岩浆一般滚烫沸腾起来。 一道凛冽的杀气, 从黄小龙眸中闪过。 从那辆皮卡车, 突然加速撞向苏小曼的情况看, 这就是一次蓄意的谋杀。 如果不是那张护身符折成的千纸盒, 苏小曼此刻已经相消欲养了。 黄小龙的女人, 就是他的逆龄。 他不允许任何人侵犯与伤害自己的女人。 绝对不允许。 龙有逆龄, 处之必死。 小曼姐, 你先回去。 对了, 你回我家吧。 黄小龙强压下心头的凶暴杀鸡, 对苏小曼笑道。 小龙, 你, 你, 你呢? 苏小曼仍然是搂着黄小龙的腰, 似乎不舍得松开, 就怕一松开, 黄小龙会消失似的。 我呀? 小曼姐, 我有点事要去做呀。 没关系, 你在家等我吧,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黄小龙把自己家的钥匙交给苏小曼, 然后, 轻轻松开了它, 拨开人群, 然后, 开始狂奔, 朝着皮卡车逃逆的方向急奔。 这一刻, 黄小龙化为一道愤怒的闪电, 他的速度快到了超越人之极限。 在奔跑的过程中, 黄小龙的双脚, 仿佛都是脱离了地心引力, 凌空悬浮着。 什么飞人博尔特之类的, 若是与此刻的黄小龙拼速度, 绝必会被爆成渣渣。 毫无悬念, 这是, 这, 我的天, 跑得也太快了吧。 飞人, 一对情侣正在过街, 男的只觉得眼前一花, 仿佛是有人从他面前飞了过去。 你在说什么呢? 女的一脸狐疑。 亲爱的, 你看, 有个人男的一眨眼, 却是早已经看不见黄小龙了。 咦? 怎么不见了? 难道是我出现幻觉了? 咦, 我看啊, 是最近, 最近做得太多了, 今天晚上别做了, 早点休息吧。 女的脸色羞红, 跑着跑着, 黄小龙也是觉得有些不妥, 毕竟, 这里是闹市区, 这样风驰电车的暗夜狂奔, 也太惊世害俗了, 要是被什么监控摄像头拍摄下来, 难免会惹上麻烦事。 如此, 黄小龙默念隐身皱, 他的身形, 顿时变得透明如水, 仿佛忽然蒸发了一半。 五十零皮卡车在开出荔枝区之后, 便开始减速。 哼, 得罪了高少的人, 就是这种下场。 带着棒球帽的司机, 嘴里叼着一支香烟, 极为惬意。 那女的还挺漂亮的, 可惜了, 若不是高少吩咐下来, 直接撞死, 我特么倒想弄上手好好玩几发。 司机自然不会担心惹祸上身, 在滨海, 高天翔叱咤风云, 手眼通天, 没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下来。 撞死一个贫民窟的女人而已, 屁大点事。 这一波, 司机还能赚十万块钱, 那是高天翔答应过, 事成之后, 给他的劳务费。 就在这时, 司机的手机短信, 提示音响起, 他拿出手机一看, 十万块钱, 已经打到他银行卡上面了。 高少真是讲究人, 这么快就把钱打过来了, 帮高少做事, 真痛快。 司机愉快地吹起了口哨, 赫然。 一种极为危险的感觉, 从司机心头腾身而起, 他有一种错觉, 好像有人在追这辆车。 不是吧? 司机看了一眼后视镜, 别说人了, 后面连辆跟车都没有。 卧槽, 我特么精神太紧张了。 司机哑然失笑, 等会找个会所, 做个大宝剑, 放松放松。 然而,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副驾驶的门, 自己打开了。 呃? 司机一哆嗦, 吓得直接点了一脚刹车。 还没等他查看, 副驾驶的车门砰的一下, 又自己给关上了。 谁? 是, 是谁? 遭遇到这种灵异事件, 司机吓得浑身汗毛倒数,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把车停到一边, 副驾驶, 传来一把冷漠的男子声音。 可是, 没人啊。 就好像空气在说话。 是, 是人, 还是, 还是, 鬼。 司机魂飞魄散。 他下意识地把车停到一边, 然后全身筛糠似地抖动了起来, 想要拉开车门逃出去, 但却提不起一丝力气, 整个人的精气神都被炸干了似的。 这时, 副驾驶的空气, 如水波一样荡漾了几下, 一个人形, 无中生有。 黄小龙一脸冷峻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侧头阴侧侧地看着司机。 第六十一章, 风暴夜总会。 你, 你, 你是, 你是得罪了高烧的小农民, 黄, 黄小龙, 你, 你是, 是人还是鬼? 司机惊恐欲绝地看着黄小龙。 显然, 他是知道黄小龙这号人物的, 一看装束, 就猜出来, 此刻坐在副驾驶的人, 就是黄小龙。 高少? 黄小龙恍然, 眼中闪过凶利之色。 哼哼, 原来, 果然是他啊。 别, 别伤害我, 不管我是, 司机早就吓破胆了, 黄小龙手段如药, 无论是人还是鬼, 都不是他能够得罪的, 是高少让我做的, 放过我, 真的不管我是, 我只是一个小龙, 是高少让我做的, 他说, 要让你身边的人, 一个个都死去。 哦, 原来是这样。 黄小龙点了点头, 你, 你, 你究竟是人还是鬼? 司机颤声道, 心术不正皆为鬼。 黄小龙淡然道, 我, 我可以走了吗? 司机苦苦哀求道, 不急, 我会放你走的。 黄小龙嘴角, 琴着一抹近乎邪魅的笑意, 他从随身帆布包包中, 取出一个竹筒, 这是他用来饲养鬼物的阴魂筒, 掀开盖子。 赫然, 一道黑气夹杂着凄厉的鬼嚎声, 电射而出, 直接没入司机的脑部。 啊! 司机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五官完全地扭曲了, 变得极为猙獰, 极为痛苦, 就好像在遭受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 几秒钟之后, 黑气从司机脑中阴晕而出, 凝聚成一张女鬼的可不面孔。 那司机也不叫了, 身体贪乱, 面容变得有些痴呆, 好似唐事儿, 嘴角有着一丝诡异的笑容, 喃喃道。 妈妈, 妈妈, 我想吃烤红薯, 妈妈带我去买烤红薯吧, 宝宝很乖, 宝宝很听话的。 高天祥在什么地方? 黄小龙淡默地看着那张鬼脸。 鬼差大人, 高天祥在风暴夜总会, 那是高家的诸多产业之一, 也是滨海市最大的夜总会。 这次, 高天祥准备报复您, 他要慢慢地玩您, 柔虐您, 让您在无边的痛苦和绝望中走向灭亡。 女鬼已经强行抽取了司机的记忆, 使得司机的大脑被彻底破坏, 成为了一个白痴。 这, 也是他开车撞苏小曼, 所必须承担的后果。 黄小龙认为, 自己没有娶他的性命, 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 嗯, 慢慢揉虐我。 有意思。 黄小龙脸上, 竟然恢复了那种人畜无害的表情。 甚至于, 他还笑了, 笑得很灿烂。 这是我第一次和城里人玩。 我相信, 会很好玩的。 那女鬼机灵灵打了个寒战。 鬼差大人, 需要我们替您对付高天祥吗? 不用了, 我自己来。 黄小龙将女鬼收入阴魂筒, 然后合上盖子, 随意放在帆布包包里。 有的人, 必须自己亲自去对付。 有的脸, 必须自己亲自去打。 下车, 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风暴夜总会的位置。 黄小龙念了隐身咒, 整个人完全消失。 黑夜中, 卷起一阵疾风, 刮响了风暴夜总会。 惊艳, 风暴夜总会, 真的会, 掀起风暴。 夜风萧瑟, 冰凉如水。 风暴夜总会, 灯火璀璨, 指最惊迷的风暴夜总会, 滨海最高端的娱乐场所, 就连附近的空气中, 都弥漫着酒精, 以及荷尔蒙的气息。 喜欢夜生活的各种人, 都汇聚于此。 这个时间段, 才是他们精彩生活的开始。 当然了, 能够进入风暴夜总会消费的人, 至少在滨海来说, 都是高收入群体了, 其中不乏社会地位不俗的存在。 谈笑皆二代, 往来五吊丝。 风暴夜总会大门口, 空气波动如水。 在一个极为阴暗的角落, 黄小龙闲听信步地走了出来, 穿着他那打了补丁的的确凉衬衫, 胶鞋上还有一些泥巴, 背上挎着个粗利的帆布包包。 到了, 风暴夜总会。 黄小龙抬头看了看霓虹灯招牌, 眼中有一抹射人寒芒掠过。 但只是一闪而逝, 很快, 黄小龙脸上就布满了那种愉快惬意的笑容, 就好像是一个爱玩的小孩子来到了游乐场。 黄小龙慢条斯理地朝大门口走去。 迎宾的旗袍庄小姐们, 有些狐疑地看着黄小龙, 但也并没有阻拦。 大厅, 顶级奢豪的大厅, 时尚豪华, 高端大气的元素在这里弥漫。 不少客人正在大厅里聊天。 黄小龙左右看了看, 然后走到一个架子面前。 这架子上摆放了一个孔雀绿又青花指口罐, 表层有包浆, 一看就是老东西。 哦, 明代的, 还不是赝品, 则则, 这个风暴夜总会还真是个宵金窟呢。 黄小龙饶有兴致地赏玩着, 这估价至少是上百万的。 嗯, 砸起来会不会很过瘾啊? 看了一小话, 黄小龙竟然直接伸手, 将那个孔雀绿又青花指口罐抓了起来, 双手高高一举。 卧槽, 这家伙疯了吗? 这是要干嘛? 旁边有客人发出惊悚的叫声。 放下! 小农民! 放下! 赶紧放下! 找死! 居然赶到我们风暴, 夜总会捣乱。 你知道这是谁的场子吗? 小农民, 这罐子要是有什么闪失, 你全家死光光都不够赔的。 刹那间, 就有好几个川宝安符的壮汉, 朝黄小龙冲了上来, 手中拿着电棍和电击枪等武器, 凶神恶煞的, 像是要火吞了黄小龙似的。 大厅里, 几乎所有的客人, 注意力都集中了过来。 这泥马也太奇葩了吧! 一个小农民模样的家伙, 居然跑到风暴夜总会搞事。 这家伙, 一准是个神经病。 正常人不可能干出这种事的, 毕竟生命是可贵的呀。 黄小龙灿烂一笑, 高天祥在这里吗? 你们叫他出来吧, 我有事找他, 我去尼玛的隔壁的。 就你这模样, 你还想见我们高少? 一个保安吃笑道, 哦, 黄小龙点了点头, 然后, 碰! 一松手, 手里的罐子就砸地上了, 稀巴烂。 嗯, 砸了, 真砸了, 包间里的客人, 眼睛都直了, 罐子砸地上, 那粉碎的声音, 让他们心静。 嘿, 挺爽的。 黄小龙笑了, 笑得有些天真和无邪。 上百万的东西, 砸起来就是舒服, 痛快, 爽。 哈哈, 抓住他, 吵死他呀的。 保安们不敢怠慢, 如狼似虎地朝黄小龙扑了上来。 第六十二章, 打脸。 大厅里的客人, 有的都不敢看下去了, 接下来的场面, 一定会非常血腥, 非常残暴。 这小农民, 恐怕是会被撕得粉碎成渣。 谁不知道, 滨海四少中的高少, 就是个魔王般的人物。 来砸他的场子, 真真就是做死啊。 可是,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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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一个个保安, 像是麻袋一样飞了出去, 砸得满地打滚, 并伴随着骨头碎裂的声音。 此起彼伏的痛苦声, 银声响起, 那些保安趴在地上, 爬都爬不起来。 黄小龙也没有手下留情, 这些保安, 要么是肋骨被打断几根, 要么是手臂骨折, 要么是肩膀脱臼。 这下子, 大厅里的客人, 都惊呆了。 呆若目击。 这尼玛是高手啊。 眨眼间, 就打飞了一群保安。 高手, 高手中的高手。 接下来, 大厅里一片混乱。 胆小的客人, 都吓得抱头鼠窜, 逃离现场, 唯恐殃及驰鱼。 不过, 很多客人都没有离开, 他们准备开热闹。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事情。 自从风暴夜总会开业以来, 就没有人敢到这里闹事。 这是滨海的一个禁区, 不能亵渎的禁区。 可今天, 砸东西打人, 头一糟啊。 打完人, 黄小龙好争以侠地, 在大厅里转悠着, 又从架子上, 拿起一个青花玉壶春瓶。 碰, 砸地上了, 碎了一地。 真爽啊。 黄小龙玩得非常开心, 不亦乐乎, 人都是有破坏语的。 就像, 想在洁白的墙面上印上几个脚印, 喜欢在干净的地面上扔几个瓜子壳, 在干净的厨房里做饭搞得一团乱, 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 当然, 能够亲手毁灭这么贵重的东西, 那肯定是很爽的。 整个大厅, 简直就是一片乌烟瘴气, 伴随着惊叫和倒抽凉气的声音。 不多时, 脚步声响, 一群黑衣人, 簇拥着一位高贵的男子, 从二楼风风火火走了出来。 这男子, 眼中有着一丝桀骜之色, 整个人的气质, 非常的尊贵, 一看就是大人物。 不怒而微。 此人, 正是高天祥。 滨海四少之一, 高少。 除了一群保镖, 众星拱月斑围着高天祥之外, 他的贴身保镖, 那位老仆, 更是站在最合理的位置, 确保一旦有状况发生, 他能够第一时间保护高天祥的生命安全。 哦? 黄小龙? 高天祥瞳孔微缩, 眼神如魔鬼, 嗜血而冷酷。 他看了看满地躺着的保安, 竟然笑了, 在高天祥的嘴角勾勒出来了一抹邪魅的笑意。 哦, 不错, 有意思, 小农民, 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能打, 我承认, 我低估你了。 不过, 这场游戏, 趣味性可是增加了不少呢。 呵呵, 高天祥眼神中有着疯狂与细虐, 但他很镇定, 他并没有因为黄小龙的身手不俗, 而产生一丝的慌乱。 事实上, 高天祥并非简单的顽固, 他自幼就被送往欧美的地下世界, 接受死亡培训。 他参加过佣兵团, 与各种国际通缉犯打交道, 还在米国打过黑拳, 战绩不俗。 他精通各种枪械, 会自己制作定时炸弹, 徒手撕碎过一头棕熊。 年少轻狂, 出手必杀。 在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什么, 可以令高天祥产生惧怕。 呵呵你麻痹。 黄小龙扑斥一笑, 玩游戏? 好啊, 既然你喜欢玩, 那我从今天开始, 就陪你玩, 玩到底。 我们农村孩子, 也是很贪玩的呢。 对了, 是你让人开车撞我小曼姐的, 对吗? 听到黄小龙出言不逊的话, 高天祥眼中浮现出阴毒之色, 不过很快, 那不屑的笑容, 就在他脸上扩散了开来。 是啊, 是我让人做的, 怎么样? 你现在是不是很痛苦? 身边最亲近的人, 就这么, 死掉了。 不过, 这只是开始, 我发誓, 和你有关系的人, 都会一个个的, 夭折, 我会让你在无边的痛苦和绝望中, 走向灭亡, 小农民, 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小农民, 这里是滨海, 有些人, 是你得罪不起的。 你是很能打, 但那又如何? 在我高天祥眼中, 你就是一条臭虫, 一只蚂蚁, 我一只手就能捏死你, 一只手就能捏碎你一千遍一万遍, 你身边的人, 也都要统统死绝, 鸡犬不留。 高天祥的话, 让大厅里所有人, 都不寒而栗, 魔鬼, 恶魔, 这家伙, 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妖魔, 千万不要去得罪他, 否则, 会比死亡更加痛苦。 哦, 你亲口承认了, 那就行了。 黄小龙微微点头, 赫然, 黄小龙动了, 他化为了一缕残风, 一种冰凉的, 近乎死亡的感觉, 直接朝高天祥袭来。 高天祥曾无数次地在生死边缘徘徊, 磨砺自己的精神意志, 可是在这一刻, 他就感觉到, 自己仿佛就是一只蝼蚁, 一根指头都可以随意碾碎的蝼蚁, 在对抗一头洪荒巨兽。 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这是已经濒临灭亡的, 而且无力抵挡的绝望。 啪, 高天祥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一巴掌抽飞了出去, 这一巴掌, 力量奇大, 宛如雄壮。 高天祥被抽得腾空飞出去好几米, 凌空吐血, 鲜血中还混合着几颗牙齿。 呵呵呵呵, 好玩不? 你不是喜欢玩吗? 这样好不好玩?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哎, 你刚才说的那么牛逼轰轰的, 我还以为你很厉害, 你怎么连我一巴掌都躲不过去啊? 城里人就爱装逼, 明明是傻, 逼, 却要装成牛逼。 哎, 黄小龙抬起手, 看着手掌, 脸上绽放出来灿烂的笑容, 不过, 打城里人的脸, 好, 好爽, 真特么过瘾啊。 天啊, 我要是打上瘾了咋办啊? 那我岂不是要天天找这种傻, 逼来打脸? 静! 真个大厅, 静如鬼欲!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滨海四少之一的高少, 在自己的地盘, 被打脸了, 被一个小农民打脸了。 天啊, 这可是高少啊! 在滨海呼风唤雨的高少啊!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这个时候, 高少十分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的一边脸颊, 完全地红肿了起来, 好像一个大大的馒头, 而他的牙齿, 也是被打掉了好几颗, 这让原本可以撑得上英俊的高天祥, 现在, 看上去也是有些滑稽了。 高天祥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一种梦境般的不真实和难以置信。 这, 这是怎么了? 我, 我居然被打了耳光? 被, 被一个小农民, 我是不是在做梦? 这, 这是假的吧? 高天祥有些木讷地摸了摸自己那热辣辣的脸颊, 疼, 真的很疼, 下一刻, 宰了他, 八匹抽筋, 我要喝他的血, 生吃他的肉。 高天祥私声吼叫了起来, 整个人宛如厉鬼一般可怕。 第六十三章, 狂殴暴打, 宰了他。 高天祥的贴身保镖, 那气息深邃的老仆, 硬变神速, 第一个反应过来, 他暴怒癫狂。 作为贴身仆人间保镖, 居然让人在他眼皮子低下, 把少爷给打了。 这, 实在太丢人了。 老仆怒吼一声, 如一团龙卷风一般, 朝黄小龙席卷而至, 五指如钩, 直接抓向黄小龙的脸颊, 进风撕裂。 这一抓, 似乎连空气都被抓爆了, 化为风之乱流。 国术, 鹰爪宫。 老仆乃是鹰爪门的传人, 一抓之力, 足以将一棵树的树皮硬生生地抠下来。 若是抓在人身上, 直接撕皮, 肉都能抠掉一大块。 黄小龙看, 也没看老仆一眼。 他右手随意抓出, 恰好抓住了老仆的手。 咔咔, 令人牙酸的骨碎声响起。 老仆五根指头的骨头, 寸寸断绝。 废了。 黄小龙一招废掉了老仆, 然后, 随手一扔, 像扔垃圾一样, 将老仆扔了出去。 啊, 畜生, 你, 你竟敢废我啊? 老仆在地上打滚,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嚎声。 好玩, 真是好玩。 黄小龙嘴角一脸, 瞬间又掠至高哨身前。 啪, 又是一个耳光, 甩在了高哨的脸上。 身为国际雇佣兵, 伸手就好似无数歪歪小说中的都市兵王一般的高哨。 这一刻, 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他就好像一个玩具, 被黄小龙字意地揉虐。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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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一个个响亮的耳光, 爆抽在高哨脸上。 你在我面前呵呵, 呵呵你麻痹。 你不是要和我玩吗? 好不好玩? 你说啊, 好玩吗? 你倒是还手啊。 你怎么不还手? 你不是很牛逼, 很无敌的滨海四少之一吗? 你怎么这么弱? 你刚才说那么多大话, 你不觉得很白痴吗? 你要杀我身边的人, 你倒是去杀啊。 你以为你很酷? 你就是一坨屎。 暴打, 惨无人道的暴打, 单方面的碾压。 大厅里的人, 完全地傻掉了。 同时, 遍体生寒。 尼玛, 这是哪儿窜出来的小农民? 这简直无敌了。 黄小龙打得太过瘾了。 他内心的邪恶面, 完全地爆发了。 不过很快, 就有人出面 喝止了黄小龙。 呃, 警察来了。 住手! 把手举起来。 也不知道是谁报的警。 这时, 一群鹤枪实弹的刑警, 已然是冲入风暴夜总会。 警察看到大厅里一片狼藉, 不少保安都躺在地上痛苦身, 赢, 也不敢怠慢, 纷纷拔出手枪, 对准正在狂殴高天祥的黄小龙。 警察们心里也惊悚得很啊。 不是吧? 这可是高家的厂子啊, 谁他妈吃了雄心豹子胆, 过来这边捣乱呢? 看这架势, 这可不是一般的捣乱了。 这都构成了严重的故意伤人, 属于刑事犯罪了。 这事儿必须要处理好。 高家在滨海是一个古老的家族, 势力庞大, 跺一跺脚, 滨海都要地震。 现在, 高家的厂子被人砸了, 这些警察必须要站在高家这边, 稍微处理不当, 很有可能丢饭碗啊。 警察来了, 黄小龙也就不再继续暴打高天祥了。 俗话说, 来日方长嘛。 慢慢玩, 不必急于一时。 对付高少这种人嘛, 黄小龙还有许许多多的后续手段, 保管他会持续酸爽下去的。 爽到生活不能自理。 黄小龙随手把高天祥扔到一边, 转身, 笑嘻嘻地看着几个拿枪指着他的警察。 警察叔说, 你们为什么拿枪指着我啊? 我没有犯罪啊? 没有犯罪? 你嘛, 你把风暴夜总会都砸了, 你还没有犯罪? 领头的警察, 是附近公安分局的副局长, 他没有搭理黄小龙, 而是说道, 高少呢? 高少在什么地方? 请高少出来说话。 徐徐, 徐局长, 我, 我在这里。 高少的身体素质还是很不错的, 被黄小龙打了几十上百个耳光, 居然还能爬起来。 当然了, 黄小龙其实并没有下重手。 慢慢玩嘛, 几下打死了, 就不好玩了。 你是谁? 徐局长一脸猛逼看着高少。 我找的是高少? 这时的高少, 脸已经肿得像是猪头了, 满口牙齿, 被全部打掉了, 一颗不胜。 莫说是徐局长了, 就算是高少的爸妈, 恐怕都绝必认不出现在的他了。 我, 我是高天祥, 快把, 快把这家伙抓了。 这家伙就是个疯子, 魔鬼, 抓他, 抓进监狱, 枪毙他。 此时此刻的高天祥, 哭了, 他真的哭了, 他对自己的人生都产生了怀疑。 他发现, 自己在面对黄小龙这个小农民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婴儿面对壮汉一样, 根本就没有还手的余地。 可怕, 这家伙太可怕了, 比他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可怕十倍百倍。 不过, 高天祥还是有信心弄死黄小龙的。 譬如, 先让警察把黄小龙给抓了。 黄小龙是很能打, 但绝对不可能和国家机器抗衡。 在监狱里, 高天祥至少有一百种方法, 让黄小龙永远消失。 徐局, 听声音, 看着身形, 好像, 好像是高少, 哎呦喂, 被打得可真惨啊, 脸上都没有一块好皮了。 一名警员在徐局长耳边低声道, 我乐个去。 徐局长也开始怀疑人生了, 这也太牛逼了吧。 高天祥可不是善茶啊, 从来都只有他去打人他去废人的, 可今天, 他居然被打成这个鸟样。 这特么是哪路身心啊? 徐局长仔仔细细地看着黄小龙。 赫然。 徐局长全身一颤。 他把枪交给身旁的警员, 然后用手使劲揉了揉眼睛, 又仔仔细细地看着黄小龙。 徐局长, 快抓人, 快! 这家伙就是个疯子, 赶紧抓了他。 高天祥尖叫道。 哦, 徐局长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然后朝黄小龙走了过去。 那啥, 你跟我们走一趟。 说着, 徐局长朝黄小龙打了个眼色。 嗯? 警察叔叔, 你给我使眼色是啥意思啊? 黄小龙迷茫道。 哎, 那个, 嗯, 跟我们走吧。 徐局长故意板着脸。 赶紧的, 快走。 那啥, 高少, 你放心, 我们警方会严肃处理这件事的。 说完, 徐局长又朝黄小龙打了个眼色。 走走走, 赶紧走。 黄小龙完全搞不清楚这个徐局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过他倒是不会傻到在明面上和国家机器对抗。 好, 我跟你们走。 黄小龙表情一点也不紧张, 笑嘻嘻地道。 顿了一顿, 黄小龙又回头看了面目全非的高天祥一眼。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次我再找你玩, 一定比今天更好玩的。 嘿! 第六十四章, 无罪释放。 黄小龙很配合地被徐局长等人带走了。 风暴夜总会外面停着一辆警灯闪烁的警车。 几名警员像看国际恐怖分子一样看着黄小龙, 眼神中分明很是忌惮。 也对, 一己之力把风暴夜总会给砸了, 还把高天祥打的妈妈都认不出来了。 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事。 一名年轻警员拿枪对准黄小龙, 然后把手铐拿了出来, 准备给黄小龙铐上。 对付这种危险分子, 肯定是要上手铐的。 起料! 得了得了, 枪收起来, 手铐收起来。 徐局长挥了挥手。 啊? 徐局, 这! 几名警员都猛逼了。 妈蛋, 这个小农民是重发啊, 手铐都不能靠了。 不说别的, 这事儿, 高家肯定是死磕的, 警方稍微处理不当, 后果很严重的。 那啥, 你叫什么名字? 走到警车边, 徐局长笑着对黄小龙道, 对, 徐局长居然对黄小龙嬉皮笑脸的。 不像是警察在对待一个犯罪证据确凿的凶徒, 反而像是朋友之间在唠客。 甚至于, 徐局长的眉梢眼角, 还有一丝私隐晦的讨好之意。 猛了, 傻了, 呆了, 神经错乱了。 随行的几个警员都快变白痴了。 黄小龙也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不是吧? 都这样了, 还和和气气, 不打不骂的。 难道是因为高少平时气男霸女, 连警察都看不顺眼了? 现在我替天行的, 他们还准备给我送大红花? 抽烟不? 徐局长从兜里拿出一盒香烟, 递了一只给黄小龙。 呃, 黄小龙在村里也抽烟, 不过烟瘾倒不是很大, 今天刚刚打完人, 倒是有点想抽烟, 于是顺手接了过来。 趴徐局长连忙取出打火机, 给黄小龙点燃火。 徐局, 您这是眼哪出啊? 一名警员实在看不下去了。 别嚷嚷, 徐局长自己也点燃一只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 小兄弟, 你叫啥名字? 比人姓徐, 如果不嫌弃, 你可以叫我一声徐大哥。 徐大哥? 卧了个大槽。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人家徐局长都做到这份上了, 黄小龙也只好坦诚相见了。 那个, 徐, 徐大哥, 我叫黄小龙, 农村来的。 黄小龙? 嗯, 好, 好。 徐局长点了点头, 然后招呼道, 小龙兄弟, 你先上车, 我去打个电话。 今天的事, 你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说完, 徐局长亲自拉开警车门, 对几名警员吩咐道, 你们几个都别乱来, 知道不? 黄小龙跟着几名警员一起上了警车。 徐局长跑到一个角落里, 拿出手机, 拨打一个号码。 电话通了。 林队,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徐局长的声音非常激动, 有很明显妖宫的味道。 天大的好消息啊。 手机那头传来一把冷咽, 充满了女人味的声音。 是徐局啊, 这么晚了, 我准备休息了, 这几天精神不太好。 是郁姐临近的声音。 是, 是, 林队, 你还在养伤, 是应该多多休息。 按理说, 我是不应该打扰你的。 不过, 林队, 我找到那个小农民。 哦, 不, 小兄弟了。 我找到他了。 你找到他了。 林队那慵懒的声音, 骤然激动了起来。 惊喜中, 有些发颤。 对, 和视频里一样, 穿的衣服都是一模一样的, 背上也背着那个帆布包包。 准没错。 徐局长连声道, 在什么地方? 林队迫不及待的道, 或许是因为情绪太过激动。 他在说完这句话, 便是剧烈咳嗽了几声, 有些气喘吁吁的, 整个人显得十分虚弱疲。 别, 别, 林队, 你别激动, 淡定, 淡定, 人找到了, 在滨海。 以后, 有的是见面机会, 徐局长连忙道。 身体要紧, 身体要紧。 林队平复了一下情绪, 怎么找到的? 林队, 这事说来就有些厉害了。 徐局长把黄小龙在风暴夜总会的所作所为, 暴打高天祥的事, 对林队来了个竹筒捣豆子。 林队, 你说现在这么办? 要不, 我先把他带回局里入口宫。 徐局长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徐局是这个区的公安局副局长, 高家和高天祥对于他来说就是庞然大物, 他是得罪不起的。 可是, 高家和林家相比, 铁定是弱了几分的。 黄小龙就是林队的救命恩人! 滨海市警戒, 但凡有点门路的人, 谁不知道黄小龙这个神秘的小农民在林队心目中的地位。 在徐局长看来, 林队可比高天祥重要太多太多了。 因此, 在处理林队的救命恩人时, 他也必须要好好斟酌, 不能够出了什么纰漏。 他这么厉害, 一个人砸了风暴夜总会。 林队惊道, 不用路口供了, 放他走。 高家那边, 我会善后。 对了, 记住, 一定要问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 好, 好, 林队, 我完全明白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徐局长忙不迭点头, 他叫什么名字? 林静问道, 黄小龙。 没错, 是叫黄小龙。 徐局长道, 黄小龙, 林静低难。 好了, 这件事就这么办吧, 先不要告诉他, 等我养好了伤, 我会去找他的。 还有, 今晚的事, 不要生长。 好, 林队, 都按照你的意思办。 徐局长笑道, 老徐啊, 今天这事, 你处理得不错。 林静淡然道, 谢了呀。 嘿, 林队, 你别和我客气啊, 徐局长简直就是受宠若惊。 林队, 我这就亲自送小龙兄弟回家, 你早点歇着吧, 争取尽快把伤养好, 结束通话。 嘿, 看来, 这小龙兄弟在林队心目中的地位, 比我想象中还要重要很多啊。 徐局长朝警车走去, 嘴角有着一抹银鱼的笑意。 高少啊, 这回, 你可是挨了打也是白打了呀。 哈哈哈哈。 他转念又想, 嘿, 以后, 把这小龙兄弟巴结好了, 说不定, 林队能对我另眼相看。 请车里, 黄小龙和几名警员大眼瞪小眼, 谁也没主动吭声, 黄小龙脑子里在盘算着脱身之策。 小曼姐还在家等我呢, 今晚我必须回去。 嗯, 要不, 发微信让人出面帮我解决。 黄小龙微信里, 人也挺多, 洪全涛, 邹石, 邱董, 崔东, 赵七哥, 以及一大帮子滨海商界的名人。 再要不然, 直接一个隐身骤走人。 实在不行, 把这群警察今晚的记忆给抹掉。 一个又一个的念头, 腾身而起。 这个时候, 车门拉开。 徐局长笑盈盈地钻了上来, 坐在黄小龙旁边, 小龙兄弟啊, 你家住什么地方? 我送你回去。 送我回去? 黄小龙完全没有猜到会是这个结果。 几名警员面面相去, 他们都怀疑, 徐局长今晚上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 是啊, 送你回家呀。 徐局长一脸认真的道, 我, 我这就无罪释放了。 黄小龙有点怀疑人生了, 砸了几个上百万的花瓶, 打残了一群保安, 小龙乱了, 真的乱了。 他犀利糊涂, 和徐局长交换了手机号码, 还互加了微信好友。 警车朝立之区花湖街开去。 到了花湖街的街口, 徐局长亲自陪黄小龙下了车, 亲自把黄小龙送到了他家楼下。 嘿, 就是这栋楼, 记住了。 徐局长乐滋滋地回到了警车上。 徐局, 您能不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一名年轻警员按捺不住了。 你们啊, 就别多问了。 徐局长莫测高深地道, 不是啊, 徐局, 这么干, 高家能善罢甘休吗? 不管怎么说, 今晚高少才是受害者啊。 高家? 徐局长挑了挑眉吗? 高家能有林家牛? 你们啊, 目光短浅。 黄小龙爬上楼, 站在家门口。 呃, 今天的事儿, 算是告一段落了。 啊, 小曼姐在家等我呢? 黄小龙的心, 忽然热了起来, 时间也不早了, 今晚, 就让小曼姐在我家睡觉吧。 呃, 黄小龙忍不住看了看自己的裤裆, 今天, 你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哈哈哈哈。 第六十五章, 骤草人法。 黄小龙将今晚上发生的事情抛住脑后, 敲响了门, 屋里脚步声响, 有人在小跑。 门很快就开了, 灯光下, 只见苏小曼一脸担惊受怕的表情, 那张皓月般的瓜子脸上, 还有几道未干的泪痕。 小曼姐, 你哭过了? 你为什么要哭啊? 黄小龙进屋, 关门。 赫然, 苏小曼玉闭一张, 将黄小龙拦腰抱住。 小龙, 你到底去什么地方了? 我好害怕。 苏小曼将黄小龙抱得很紧, 让黄小龙能够感觉到他温馴的体温, 淡淡的处女幽香。 他轻抚着苏小曼的秀法, 小曼姐, 你别担心我了, 我没事的。 你看, 我这不是回家了吗? 黄小龙知道, 苏小曼今晚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重大变故, 对他的情感冲击很大。 无疑, 这时的苏小曼是很脆弱的, 需要安慰。 黄小龙已经想好安慰他的良策了。 自从进城之后, 黄小龙先后和崔飞烟、 宋宇如等顶级美女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暧昧, 甚至还和崔飞烟大背同眠睡了一晚。 因此, 他的心思也活络了起来, 如同脱缰的野马。 是时候结束小楚男的生涯了。 小曼姐, 时间已经很晚了, 要不, 今晚你就睡我家里, 好吗? 黄小龙一脸殷切地说道。 苏小曼抬头看了黄小龙一眼, 一张瓜子脸, 飞红如花。 好不好啊, 小曼姐。 那苏小曼用戏如文娜的声音应道。 那, 小曼姐, 你先去洗澡好吗? 黄小龙有些猴急的道, 可是, 我没带换洗的衣服啊, 苏小曼背齿轻咬下唇。 没关系啊, 上次我去参加那个记忆力大闯关, 不是赢了很多奖品吗? 我有女人穿的睡衣耶。 黄小龙兴致勃勃地跑到卧室里, 拿出一件睡衣, 笑嘻嘻地递给苏小曼。 这是一件外国牌子的睡裙, 粉红色的夏季吊带网纱性感睡裙, 半透明的。 啊? 这个, 苏小曼粉脸更红了, 就连那金银如玉的脖梗上都染了一层烟红, 整个人就好像熟透了的水蜜桃一般吸人魂魄。 苏小曼生性还是比较保守的, 可从来没有穿过这么短小性感的睡裙。 小曼姐, 这个不好看吗? 黄小龙疑惑道, 好, 好看, 苏小曼低头从黄小龙手里接过睡裙, 那我先去洗澡了。 很快, 厕所里就传来哗哗哗的水声。 啊, 太好了。 没想到我进城一个月不到, 就有机会破除了。 哦, 不对, 是我和小曼姐都破除。 哈哈, 小曼姐是那么的漂亮。 黄小龙激动了, 全身血液沸腾, 她开始在屋子里转了起来。 等会是在卧室里, 还是在客厅沙发上, 还是在厨房里呢? 好纠结, 不多时, 苏小曼就喜欢, 早了, 从厕所里走了出来。 呃, 黄小龙盯着苏小曼, 全身血液直往头上冲, 都快流鼻血了。 太好看, 太美, 太性感了。 此时此刻, 苏小曼穿着粉红色的睡裙, 威适的双唇, 如同妖精般诱人。 那胸前一片白花花, 简直恍花人眼睛。 粉嫩的玉妖, 平坦而没有一丝坠肉的小腹, 完美的臀部曲线, 无可挑剔的长腿。 受不了了, 黄小龙完全受不了了。 她的内心, 发出一声狼吼。 小曼姐! 然后她就扑了上去。 沙发上, 苏小曼双眸紧闭, 脸上有一种心甘情愿, 任君采摘的表情。 小曼姐, 我要亲你。 黄小龙激动地道。 苏小曼轻轻恩了一声, 黄小龙照着她那芳香的红唇, 就亲了下去。 甜! 太甜了! 初吻! 这是苏小曼的初吻! 小曼姐! 今天我要你! 黄小龙松嘴, 粗声粗气地道。 小龙, 我, 我是你的,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你就是我命中的贵人, 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男人, 苏小曼流着泪用发湿的口吻道。 不过, 但, 但今天不行。 啊? 小曼姐, 为什么不行啊? 黄小龙愕然。 我, 我, 今天, 我那个来了, 苏小曼低声道。 黄小龙伸手一摸, 呃, 还真是。 哦, 黄小龙一腔热血顿时熄灭, 有些英雄气短地叹了口气。 万事俱备了, 结果来了这一处。 小龙, 你别生气好吗? 我, 我保证, 下次一定给你。 你放心, 我是你的。 苏小曼很是欠然地呢喃道, 然后情不自禁地送上香吻。 又是一番热吻。 完了, 黄小龙嘻嘻一笑。 好了, 小曼姐, 没事了。 我们下次再做吧。 黄小龙收拾心情, 压下心头的火苗。 小龙, 我们, 我们休息吧。 今晚你抱着我睡好吗? 苏小曼娇妹道, 小曼姐你困了吗? 黄小龙问道, 还好。 小曼姐, 不如, 我们玩一个游戏再睡觉吧。 黄小龙忽然兴致勃勃地道, 玩游戏? 小龙, 你想玩什么游戏啊? 苏小曼奇道, 很好玩的游戏。 小曼姐, 你看我的。 黄小龙从帆布包包里, 取出一个巴掌大的稻草人, 然后又从裤兜里, 取出几根头发。 这头发是在风暴夜总会殴打高天祥的时候, 从他头上拔下来的。 黄小龙将高天祥的头发塞进稻草人里面。 小龙, 你这是在干什么啊? 这个稻草人偶, 看上去, 好, 好诡异啊。 苏小曼满脸狐疑, 黄小龙也不多说, 把塞了头发的稻草人放在茶几上, 然后喃喃道, 还需要那家伙的生辰八字, 嗯, 我查一查。 说着, 黄小龙又从帆布包包里找了本古书出来。 这书黑色风皮, 看起来很是古老, 就好像是一本出土文物一本。 黄小龙翻阅着古书, 滨海市, 二十来岁的, 名叫高天祥的, 有五十三个, 其中有九个已经夭折了, 剩下的, 出身最好的, 找到了。 哦, 这家伙的寿命是四十一岁, 算是个短命鬼吧? 呃, 上一世是一头猪。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听着黄小龙在那儿自言自语, 苏小曼更是搞不清楚状况。 小龙, 这是什么? 生死不。 黄小龙随口应了一声, 然后把古书收了起来。 查到了高天祥的生辰八字之后, 黄小龙拿出一张符纸, 在上面写好了高天祥的生辰八字, 然后又在符纸上写了一段咒语。 嘿嘿嘿, 你想慢慢玩死我, 我倒好好玩你呢。 不光是你们, 城里人会玩, 我们农村人更会玩。 黄小龙捏起符纸, 手一抖, 符纸自然, 化为黑灰。 黄小龙将黑灰抓起来, 敷在稻草人脸上。 干完这些, 黄小龙一脸大功告成的表情, 又从帆布包包里, 取出两枚银针。 小曼姐, 给, 你把这枚银针拿好。 黄小龙交给苏小曼一枚银针。 小龙, 这究竟是什么游戏啊? 感觉好, 好恐怖, 苏小曼接过银针, 脸上啪啪的表情。 小曼姐, 这个游戏叫做咒草人法, 是专门用来惩罚做了坏事的坏人, 很好玩的。 黄小龙一脸笑意, 来, 我教你, 很简单, 你现在用手里的针, 扎一下这个稻草人试试。 啊? 用针扎稻草人? 扎, 扎什么地方啊? 苏小曼有些迟疑, 随便啊, 小曼姐, 你喜欢扎什么地方, 就扎什么地方, 我来给你示范一下。 黄小龙手握银针, 一下子扎在稻草人的裆部。 我扎你小鸡鸡, 他心中暗骂, 你还敢找人开车, 撞我的乖乖小曼姐老婆, 我把你小鸡鸡扎抱。 扑苏小曼忍不住扑斥一笑, 就在这时, 啊, 稻草人就好像会发出声音的巴比娃娃一样, 发出了尖锐的叫声。